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彼恩德語課程 今天要介紹的是Mention R1第11課 Aus hast du heute gemacht的文法 關於現在完成式 在口語上,我們較常以現在完成式來表示 過去所發生的動作或者已經結束的事件 而在書信、報章雜誌或是文學 則較常使用過去簡單式 首先我們來看現在完成式的句子結構 動詞若是屬於非空間移動的動詞 則現在完成式會以haben當作輔助動詞 非空間移動動詞的第二分詞則會放於句尾 例句 Was hast du heute gemacht? 你今天做了什麼事? 輔助動詞放在原本動詞的位置 而動詞的第二分詞則是放於句尾 或是像下一個例句 他買了報紙,但是還沒有看 動詞若是具有空間移動 則現在完成式輔助動詞要用 sein 這個空間移動的第二分詞一樣要置於句尾 但是這邊有兩個動詞例外 像是B動詞 sein 以及 bleiben 停留 這兩個動詞雖然不屬於空間移動的動詞 但是它們現在完成式輔助動詞一樣要用 sein 這類的動詞我們會在第12課做更完善的介紹 若是您還沒有看過第二分詞的形成影片 建議您先看過這個影片 我們來複習haben這個動詞的各個人稱詞尾變化 接下來可以請大家練習 將下列的陳述句簡單式改為現在完成式 第1句 我每天都工作很長的時間 這個動詞 現在完成式為 我昨天工作了很久 例句2 她今年在學德語 現在完成式 她去年學過德語 例句3 你現在在做家庭作業嗎 動詞 劳動或是做 現在完成式 你作業寫完了嗎 你作業寫完了嗎 例句4 她現在去購物 她現在去購物 購物去購物 她已經去買東西了嗎 他在讀這本書 他在讀這本書 怎麼能不能做 他去購物 他去買東西了嗎 他去買東西了嗎 他在看 他去買東西了嗎 他在看 他去買東西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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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 wohnst du? 你住在哪里? 动词 wohnen 相当于 leben 居住 现在完成是 wo hast du gewohnt? 你以前住在哪里? 例句八 was mögen sie? 您喜欢什么? 动词 mögen 喜欢 现在完成是 was haben sie vorher gemacht? 您之前喜欢什么? 例句九 liefst du mich? 你爱我吗? 动词 lieben 爱 现在完成是 hast du mich überhaupt geliebt?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例句十 oft schläft ihr zehn Stunden? 他常常睡十小时 schlafen 睡觉 现在完成是 er hat gestern zehn Stunden geschlafen 他昨天睡了十个小时 例句十一 ich koche Abendessen 我平时煮晚餐 kochen 煮餐店 现在完成是 ich habe das Abendessen gekocht 我们现在打电话给 Weiber女士 现在完成是 wir haben Frau Weiber angerufen 我们已经打电话给 Weiber女士 angerufen 相当于 telefonieren 打电话 例句十四 liefst du den Deutschlehrer auch ein? 你也邀请了德文老师吗? 例句十五 ich räume jetzt das Zimmer auf 我在整理房间 动词 aufräumen 整理 现在完成是 ich habe das Zimmer aufgeräumt 我整理过房间了 例句十六 er nimmt die U-Bahn von Hauptbahnhof 他从总站搭地铁 von Hauptbahnhof 从总站 现在完成是 er hat die U-Bahn von Hauptbahnhof genomen 他从总站搭了地铁 我们来看最后的补充 这边要讲解的是 人称代名词的主格 accusative 以及 dative 定冠词 以及不定冠词 在各个性别 或是负数的变化 我们首先看 nominative 也就是主格 阳性定冠词 der 不定冠词 ein 中性定冠词 das 不定冠词 ein 阴性定冠词 de 不定冠词 ein 负数定冠词 de 复数要小心 他没有不定冠词 再来看直接受词 也就是accusative的形态 阳性定冠词 den 不定冠词 不定冠词 einen 中性定冠词 das 不定冠词 ein 阴性定冠词 de 不定冠词 ein 不定冠词 复数定冠词 de 那一样也没有不定冠词 再来看dative 间接受词的时候 它的变化 阳性定冠词 dem 不定冠词 ein 中性定冠词 dem 不定冠词 ein 阴性定冠词 deer 不定冠词 eine 复数定冠词 den 那一样也没有不定冠词 我们来看例句 Ich nehme den Zug zum Flughafen 我搭火车到机场 这边的zug是阳性的名词 直接受词 den Zug 而zug这个介细词 后面必须要搭配的是dative 因此 deer Flughafen 变成dem Flughafen 那么 zu和dem 可以合成一个字 zum 下一个例句 Wir nehmen die Espanne zum Büro 这边的直接受词 die Espanne 那这边一样 介细词 zu 后面要加上dative 因此 das Büro 变成 dem Büro 我们搭轻轨电车上班 我们搭轻轨电车上班 最后一个例句 Zie nimmt ein taxi zur Arbeit Zie nimmt ein taxi zur Arbeit 这边的直接受词 das Taxi 不定冠词 ein taxi zu一样 结上dative 因此 deer Arbeit Dartive dartive 变成deer Arbeit 出 deer 一样可以合成一个字 tool 他搭计程车去上班 最后要补充的是 关于时间介细词 若是要指出在特定的某个固定 静态的一段时间 这个介细词 后面必须要搭配dative 时间介细词 像是 um 后面都是加几点钟 例如 um vivo 在四点 um hapsroof 在十一点半 am 这个介细词 后面可以加 特定的一天 或者一天内特定的一个时段 例如 am abend 在傍晚 am middorf 在星期三 am noiastag 在元旦 最后 in这个介细词 后面是加一个照常的时间 例如 月份 im december 在十二月 季节 im zomer 在 夏天 年 im im jahr zvai tausend 在 2000年 要小心的是 句子中的时间副词 前面不需要加介细词 例如 was hast du heute gemacht heute这个时间是一个副词 因此前面不需要介细词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 感谢您的收看 dante fürs Zuschauen bis zum nächsten Mal Tschüss Tschüs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